明星深刻的懺悔 那些曾經叛逆的往事 就很想看同學出去玩 我就說 爸爸今天人很不舒服 然後早點睡 好像有點感冒 一講掛了 然後就把那個枕頭 放在棉被裡面 然後把門縮起來 我就很可愛 對… 然後我就開心出去了 一回到家之後 我看我爸坐在那個沙發上面 後來我哥跟我講說 他敲門 然後我都沒有回憶說 我爸以為我死掉 所以他就把這個鎖給弄壞 就在今晚11點 麻辣天后傳準時上朝 …